今天有个小伙伴分享了一个兑换码给小鱼 小鱼这边也分享给各位小伙伴 这个兑换码小鱼已经兑换了 非常非常的不错 不过就是有点可惜 要是提前几天知道 我们就可以省下很多的碎片 大家来看一下 小鱼的银河600多个碎片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还有赛罗700多个碎片 对了对了 还有一个英雄是迪迦 这个兑换码还是非常不错的 感谢下这位小伙伴 那么今天小鱼就准备来合成 咱们的第二张闪卡 就是这张水魔卡小伙伴们 材料已经全部够了 我们来合成一下 最后一张五星水魔卡 来给他升级一下 12345升级 OK突破一下小伙伴们 一万个等离子 我们刚好够啊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 来吧卡牌突破 激动激动啊 这也是小鱼的第二张闪卡 这也是非常非常多小伙伴 推荐小鱼使用这张闪卡 卡牌技能是攻击时有一定的几率 获得额外的命证跟物理穿透 这张卡搭配爱雷王的卡 是非常非常暴力的啊 小伙伴们 爱雷王的话 它也是一个物理穿透 然后水魔卡也是物理穿透啊 同时小鱼这张水魔卡的话是 加了有四个物理穿透吧 小伙伴们 目前咱们的所有物理穿透 加在一起是12% 还是不错吧 对不对 然后第三张吧 第三张闪卡小鱼是准备来做土魔卡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意见 如果有更好的意见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讨论一下哦 OK我们就带着我们新鲜出路的闪卡 来挑战一下今天的魔王兽 左阁破面天使 首先派出的是女王平民之神啊 小伙伴们 不知道这两张闪卡会不会同一时间触发 我们来看一下左上角的一个buff栏 哇同一时间触发了小伙伴们 我们加一个buff来试一下啊 同时可以触发的 对这些卡牌的话 它也是有技能CD的啊 应该大概有十秒 十多秒钟吧 对十多秒钟才能触发第二次 来我们来一个 哎呦被他打晕了啊小伙伴们 可恶呀 左阁 我们等一下等一个buff啊 哎buff来了赶紧去吃buff 吃完buff就尝你一个大招 哇大家看到没有这伤害 这个伤害 有点夸张啊小伙伴们 OK噩梦左阁来了啊 感觉这个伤害已经提升了一个 一个层次啊对不对 感觉这个伤害提升了一个层次啊 吃一个buff吃一个buff 不吃buff的话是打不动啊 哇这个伤害真的是超级高啊小伙伴们 同时触发两张闪卡对象 物理穿透达到最大化啊小伙伴们 应该没有第三张卡牌加物理穿透了吧 哎很奇怪啊 这个左阁它是不会掉落卡牌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游戏没有左阁卡牌对不对 OK这次我们换上暴力的暗黑欧布啊 我们下期再见 OK这个伤害确实比以前高了不少 小伴们 那水魔卡确实还是不错的 感谢各位小伴的推荐 小于本周还有很多任务都没做 看到没有 很多任务都没有打完小伴们 无限挑战居然这边只打了一时二次 太少了吧 挑战一下我们刚好没有钻石了 看一下能不能爆点钻石 首先派出还是一拳超人 打着一个无限副本最快的一个英雄 OK一击必杀 不错小伴们一个光之宝石 上次有小伴说截盾也可以一个技能秒杀无限领域的BOSS 我们来试一下 4技能 他的4技能应该伤害是挺高的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一个技能秒杀这个哥木拉 来尝试一下 来直接放一个4技能 哇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最后还是附带了两个普通攻击 才将这一个BOSS带走 好像一个技能能秒杀这个BOSS的英雄 好像非常少 OK最后来说一下兑换码的使用 有的新手玩家可能不知道兑换码在哪里兑换的 小鱼来说一下 咱们先反飞到最初的这个主界面 然后在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小箭头 看到没有 点一下最后一个就是这一个 然后这边就可以输入兑换码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